在配眼镜的时候 眼镜行的员工常常会跟我们的父母说 小朋友经常使用手机 蓝光的伤害很强 所以加个一两千 配一个抗蓝光的镜片 可以保护小朋友的眼睛 不会受到蓝光的伤害 可是为什么都只有说抗蓝光 却没听说抗绿光或抗红光呢 让我们先从水流中 找寻可能的原因吧 一道从水壶流到茶杯中的水流 如果我们不断地放大 可以发现水流中 其实是一个个的水分子在流动 导线中的电流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不断地放大来看 也可以发现电流中 其实是一个个的电子在移动 我们可以发现 自然界的物质 都是由一个一个很小的 不连续单元所组成 而在光电效应实验影片里面 爱因斯坦也将一道光 视为一个一个不连续的能量团 也就是光子 而光子的能量大小跟光的强弱 也就是振幅没有关系 光的强弱改变取决于光子的树木 光越强光子树木越多 要改变光子能量 就要用不同颜色的光 还记得之前在电磁波的影片里面介绍过 电磁波中的可见光颜色 与什么因素有关吗 没错 就是频率 频率越高 光子的能量就越大 光子的能量与频率成正比 借此 爱因斯坦成功地解释了光电效应的实验结果 光子的能量与频率成正比 写成关系是 极为能量E等于常数H 乘上频率F 所以蓝光光子的能量 会比绿光光子的能量来得大 而绿光光子的能量 又比红光光子的能量来得大 爱因斯坦会提出 光是一个个的能量团 而能量的大小与频率成正比的概念 是来自于普朗克的能量量子化的概念 18世纪时 各国为了制作高品质的钢与铁 必须准确控制古风炉内的温度 但是当时的温度计 无法直接插入极高温的熔炉内 为了知道如何测量炼钢的温度 于是当时的科学家 对物体高温的物体做了观察 他们发现 不论是炼铁时烧得炙热的金属 或是烤肉时燃烧的煤炭 又或者是喷发出来的岩浆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在很高温的时候 都是黄白色的 随着温度的下降 会慢慢变成橘色 再变成红色 所以当时的人们 就测量了不同温度下 高温物体发出来的电磁波的频率与强度的关系 做成了频率与强度的关系图 当温度越高的时候 发出来的电磁波的强度越强 同时最大强度对应到的频率 也会随着温度上升而变高 当时科学家按照古典的电磁学 热学及统计学等理论推算 都无法与实验结果相吻合 理论曲线在低频率与实验吻合的 在高频率就与实验不吻合 因此当时的科学家 不断地找寻解释的方法 直到1900年 马克思·普朗克提出了非常奇特的假设 他将物质内的带电粒子 视为以特定频率振动的震子 而这些震子 在辐射能量时 有最小的能量单元能量子 此能量单元的能量大小 与震子的频率呈震比 因此提出了能量子能量E 等于常数H 乘上震子频率F 而此常数称为普朗克常数 而从热辐射的实验数据 推算出的普朗克常数 约为6.6乘以10的负34次方焦耳乘以秒 在爱因斯坦提出光子理论 解释光电效应后 大部分的科学家都没有接受这个想法 罗伯特·密迪根就是其中一位 因此他做了许多的光电实验 测量电子最大动能与入射光频率的关系 并做成关系图 电子在金属中要获得足够大的能量 才能跑出金属板 所以光子在给电子能量时 要先克服金属的束缚能量 剩下的能量才会变成电子的动能 测量不同光频率 与电子最大动能的关系 图中斜直线 代表入射光频率越大 电子获得的动能越大 密迪根借由数学推论出 实验数据中的斜率 就是普朗克常数 并证明了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 由普朗克的常数的数值 我们可以发现 一个光子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因此平常的时候 我们才无法观察到能量的量子化现象 接着让我们总结一下 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光能与物质一样 都由最小的单元所组成 而光的最小单元即为光子 光子的能量与光的频率成正比 它们的关系是为 E等于H乘以F 所以频率越高的光子 所带有的能量就越大 由光子理论我们可以知道 频率越高的光 单一颗光子的能量也就越强 因此在红光、绿光及蓝光中 蓝光的光子能量最强 所以我们才会只听说 抗蓝光的眼镜 而没有听说什么 抗红光、抗绿光的眼镜 影片中介绍到 自然界的一个常数 也就是光能与频率的比例常数 普朗克常数 H等于6.6 乘以10的负34次方焦耳乘以秒 国际度量横距在2018年 决定将质量该以普朗克常数来做定义 而普朗克常数与质量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